好 哈喽哈喽 呀 所以呃就你们可以开始点名哦 所以呢点名了过后呢你就是打开上一次我们停留下来的部分 所以今天会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啊 所以呃 就可能会 用一些时间啊因为上一次我太早放你们走了 呀 所以没有办法啦因为要零 要拿书吗 okay 所以呃就 开始点名啊 所以可以叫其他那些没有进来的学生可以进来哦 ok 所以我就不等那么久了啊 所以我们开始啦 所以上一次我们停留在就是第37题 所以那36题的话之前讲到就是那一个 Etherent Neuron啊 ok Milin Shaft的那个Etherent Neuron 所以那今天呢我们就讲37题了啊 所以这一个就是Flight Flight or Fight OK FF啦 就是Flight or Fight的那个Situation啊 OK Fight or Flight啊 Fight or Flight的那个Situation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呃其实呃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就是 这一个 Nervous System OK啊 所以呢这一个Nervous System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是会分为 呃这个Somatic 跟Autonomic啦 OK我们可以分为Somatic 跟Autonomic咯 所以呢只是呢 这个Somatic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默读Voluntary 跟Involuntary啦 OK 只是Voluntary就是我们有意识性的动作咯 比如讲你要看书 你要看戏 你要出去外面走走等等之类的这些想法 都是我们的Voluntary action But then Involuntary action的话呢 就是会默读Reflex action啦 就是反射性动作 对吗 反射性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Autonomic呢 其实就是也是一样 它是会For Involuntary action 可是呢 它就是会默读内在的 内部的 OK 就是里面Internal的 Internal regulation的 OK 比方说这个Autonomic呢 它也可以区分 它也可以再划分 多变成 Sympathetic division 跟Parasympathetic division OK 只是呢 Sympathetic division 会是默读这个 Division 这个Situation 所以Sympathetic呢 就是会默读 Fight or Flight 这一个 就是你要 打 或者是你要跑 OK Parasympathetic就是会默读 Relax啦 OK Relax 放手 OK 宁静下来 这一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ympathetic division 所以呢 这里呢 这个问题 它就是会问到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oes not OK Hello testing Does not occur in the boy's body Yeah Does not occur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如果你紧张的话 OK 有时候你紧张的话呢 你还没有紧张之前 你会觉得肚子饿的 可是你紧张的时候呢 你会完全没有胃口 你会 你就是 不会觉得肚子饿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呢 它就是会 Decrease掉你的 Rate of Digestion 这一些东西 它会去除到完全不 OK 目的就是要为了 让我们更加警惕咯 对吧 因为比如讲 你碰到危险的东西的话 你的心脏会跳得很快 OK 或者是比方说 你的Blood pressure会increase OK 你的Rate of Digestion会decrease 所以呢 你会变成没有胃口去 OK Metabolic rate 当然也是会increase 只是 Amount of Glucagon Secreted Decreases 所以这一个的话 就是会 不是你的答案 所以 Amount of Glucagon Secreted Decreases 会 就不是你的答案 因为这里的话呢 Amount of Glucagon Secreted Decreases的话 Glucagon是要做什么呢 Glucagon 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的Glycogen Convert 变成Glucaux OK 你要把那一个 你的Glycogen Convert变成Glucaux 如果你这一个东西 变少的话 你的心脏 跟那些 他们其实 你这些Mustle 它要ATB的 如果你没有Glucaux 你的ATB哪里来 是不可能的吗 所以你答案就是A 如果你变少的话 你的Glucagon变少 你的Glucaux 就是 你就没有Glucaux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Glucaux 会变少 OK 因为它不能把 这个Glycogen Convert变成Glucaux 所以没有Glucaux 的话 你的身体就没有ATB 没有ATB 你哪有力气去 离开 或者是远离 这些危险的东西呢 OK 所以这一个 就比较 more to logic 所以37题 就是A 对吗 所以这一个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再接下来 就是38题的时候 OK 所以38题 也是一样 是form 5 chapter 3 跟37题一样 所以这一个 就是也是其中一个 homeostasis OK 所以我之前 就是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temperature 那一边的话 其实有两个字 你们要去背而已 一个就是vessel dilation 一个是vessel constriction OK 打一个比方说 如果你讲这一题 如果温度下降的话呢 OK 温度下降的话呢 所以温度下降的话 其实你的那一个 毛就是会站起来 OK 你的毛就是会站起来 站起来的话 就是要trap heat OK 温度下降的话 我们身体要怎样 做出应对 OK 所以当然 你的那一个 血管四周围的 smooth muscle 就是会 undergo vessel constriction OK 所以你的那一个 血管四周围的 muscle constrict了过后 它就是会 积压你的血管 就是说 不要让你的血管的 那个血液 随随随便便 流啦 因为如果随随便便 流的话呢 你的热就是会 散发出去 散发的话 你怎样 减少你的 你要怎样 应对这个呢 所以呢 它就是要 vessel constrict 我要hold着 你的那个血管 有人的那个 声音没有关掉 OK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再重复多一次 就是说 你的temperature decrease 你的那个 smooth muscle 就是血管四周围的 smooth muscle 就是会 constrict constrick了 它就是会 压着你的血管 给压着你的血管的话 你的血液 就不会随随便便 流通 OK 不会随随便便 流通的话呢 你的热能 你的热 就不会随随便便 散发出去 它就是会 停留在那边 一段时间 因为它就是要 应对 低温的状况 所以低温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手 就是会 浮现那些 purple色 你会看到 purple色 就是说 你的血管 会变成 purple色去 就是有一点点 purple color 因为你的 smooth muscle 它积压你的血管 不要让你的血液 乱乱流 不是啦 就不要让你的血液 就是这样讲 流得那么顺畅 OK 因为它要 trap着那个heat 来保温 所以 temperature decrease 你就是vessel constriction 然后temperature increase 你就是vessel dilation OK dilate dilate的话 就是那个 smooth muscle smooth muscle 就是会 relax 让你的血管 流通 然后好让你的 热能可以散发 出去咯 可是 这一个是 for temperature increase OK吗 所以 唯一的答案 38题 就是 boine 对吗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你就被 decrease 就是constrict increase 就是 dilate 所以 就是很 strict forward 而已 所以 我再 proceed 所以 39题 的话 39题 这个就是 phototropism 那边 phototropism 所以 coliopetal 是什么呢 coliopetal 其实就是 你的 种子 如果它发芽 的话 它长出的 shoot dips 就是说 你的 第一个 first true leaf 第一片 新的叶子 因为那时候 它还是很 脆弱 所以coliopetal 其实就是要 保护这些 脆弱的东西 那时候 你的 shoot dips 分开 上面的 shoot dips 的话 其实 我们要知道 plant 它其实也是有 跟我们人类一样 它们也有 growth hormone 这个东西 plant 它其实也有 growth hormone 它的growth hormone 从哪里来呢 就是在它的 shoot dips 那边 所以 你最上面 shoot dips 那边 也有 growth hormone root dips 它也有 growth hormone 这两个地方 它也有 oxin的 在你们课程里面 只是 如果你上到大学的话 可能你会碰到 另外一个叫做 sitokinin 只不过 这个不是我们课程 范围 我们课程范围 只看oxin而已 所以oxin 它就留不进 这个mega plate 因为这个mega plate 是完全 修开 完全 分开它们 隔离它 所以 如果oxin 留不下去的话 无论 你的light source 在哪里都好 它不会 有反应 它不会 做出 任何的反应 所以 它 will not grow 和 will not bend 因为我们 已经隔绝 这个oxin了 所以oxin 留不下去的话 它就给不到 那些细胞 signal 因为这些细胞 它需要signal 它才可以 成长 才可以分裂 所以你就把 这个oxin 当成是 类似 好像一个信息 这样 所以信息 传不到了 它的细胞 也不会反应 所以答案 就是C 对吗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除非它用 gelatine 或是 agga 等等之类 所以这些都是 semi permeable 所以oxin 就可以透过 没有的话 拜拜 它用 mica plate 肯定是不能过 所以39题 就是 洗拿 所以在接下来 这个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 就是form5的 chapter4那一边 所以这个第40题 它指的分明 就是epidermis 所以epidermis 的那个function 也是一样 很streetforward 它就是要store merture sperms 剩下的BCD 都是可以排除掉了 X就是epidermis 答案就是A OK吗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 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40就是A 然后在接下来 40E的话呢 所以41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for menstruation 那边 所以这里 ABCD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哪一个hormone 要stimulate the uterine lining to thicken and become highly vascular 所以唯一的答案 就是progestron OK吗 progestron OK吗 所以肾移的那个 ABC呢 都不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比方说 在我们的课程范围里面的LH LH是做什么呢 lutinizing hormone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stimulate 什么 stimulate 那个ovulation 或者是stimulate 那个formation of corpus luteum 等等之类 然后呢 C的话呢 FHS就是什么呢 有名字跟你讲了 folic stimulating hormone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是要stimulate folic 出来 所以A跟C 都是 都不是答案 然后 lastly B的话呢 B不是我们的范围 可是prolectin 它其实就是要 让女性 产生出 奶了 就to produce milk prolectin OK prolectin 其实没有在我们课程范围里面 可是prolectin 就是要produce milk OK 如果男生 你有prolectin的话 你就惨了 我跟你讲 OK 所以就是这样吧 所以是 是一题 是donkey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42题 所以42的话呢 42就是 contrastive 这个methods OK 所以 可是这个 我先跟你们讲 female跟male 虽然 华语它们都叫做 节诈 可是呢 在英文里面 它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OK 请你们分清楚 好来啊 所以female 英文叫做 duberligation OK 男的话呢 叫做versectomy OK 所以不一样的哦 只是华语 都是叫节诈 OK 只是呢 在这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this method of contraception contraception OK 所以ABCD 答案只有boy 它还是可以进行ovulation 只是呢 它进不到你的fellipine tube 不了 它就过不了了 进不到你的uterus 因为你的fellipine tube那边 已经被block着了嘛 所以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secondary 就进不到 进不 进不去 它们 那个里面 OK吗 所以进不去了 所以它就被block在外面 那完全不 所以它不可能是ovulation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42题就是boy 然后这个我也不讲那么多 因为是duberligation 这个也可以在你们课本里面很容易找到的 所以在接下来43题的话呢 43题的话 这一个 它就是问你们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s correct OK 所以这一个stage of embryo sac development 它其实跟我们的pollen grain 也有一点点一样 在前面的那个initial stag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一个呢 它会start from mother cell OK embryo sac mother cell OK 只不过呢 这个embryo sac mother cell的话呢 它会undergo meiosis OK 它会undergo meiosis to form four harploid megaspore OK 所以呢 它会form四个 harploid的megaspore 只是呢 这四个megaspore呢 它有其中三个 会degenerate掉 OK吗 它有三个会degenerate掉 所以plant跟human 它们的差别呢 就是human一开始 比如讲我们的那个spermatocyte那一些 OK 所以呢 这一些呢 human我们一开始是会先undergo grow 然后metosis 最后最后才来meiosis OK 就是后面中间那边才来meiosis 只是呢 plant的话 它会先meiosis 才来metosis 所以它的process是跟我们人类有一点倒反的 OK吗 所以我们人类的那个spermatocyte跟物赛啊 OK 它都是 会先从metosis 然后才来到meiosis 只是呢 plant的话 它会先meiosis 才来metosis 所以呢 plant的话 它的mother cell 会undergo meiosis to form四个megaspore 只是呢 它的megaspore 三个会degenerate 剩下一个 所以呢 那一个 它会再undergo三次的metosis 它会再undergo三次的metosis to form八个hobloid 你不能讲它是diploid啦 因为它已经form了meiosis嘛 所以它一定是hobloid了的 所以呢 只是你form三次metosis嘛 所以它就变成八个啰 OK吗 所以呢 它的那个排列呢 就是类似这样 就是这一个一个 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excel excel 然后这个旁边就是 synergic cell 然后中间就是叫 polar nucleic 然后上面三粒 叫做antibordal cell 就这样而已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double fertilization 它主要的就是要tackle polar nucleic 跟excel 所以我们才叫做 double fertilization 对吗 所以这个我就不讲那么多啦 所以我们sequence就是 c咯 qbsr OK吗 qbsr 所以qbsr 所以43题就是c 然后这一个呢 这一个其实43题 是我们paper2那边 已经有考过你们了 然后在接下来44题的话呢 25岁 其实是已经是经过 发育期了 OK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adult啦 OK 所以因为adult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表 OK 这个旁边的这一个表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呢 0到4岁呢 大概是我们的infancy 4到12岁是孩子 4到12岁是孩子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就是adolescent 就是大概是12岁到18岁啦 OK 发育是在18岁那边 然后呢 18岁过后了 我们就是会讲它是一个adulthood 直到65岁 OK 65岁过后 你就是老了 所以呢 在我们人类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有两次 都是会算是一个rapid growth 就是成长到很快 或者是你可以讲是exponential的 rapid growth phase 或者是exponential phase OK 所以在哪里呢 在infancy跟adolescent 就是说你们baby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青春期的时候呢 你们都是成长到很快的 OK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初一的 form 1 form 2啊 比如说 他们一开始都是看起来小小字 可可爱爱的 可是呢 你看到他们上了高中过后呢 他们就是会变成很大字 因为这个是因为他们到了他们的青春期 所以这一个阶段 他们是成长得很快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我也有再写多给你们 就是说 lat phase 它也可以算是一个slow growth slow growth 然后呢 stationary phase 就是我们adult的时候了 这个叫做minimal growth OK 所以答案就是C B的话就是exponential 就是讲我们rapid growth 就是说for baby 跟adolescent lastly就是给老人 老人其实就是退化的 OK 越来越退化 所以答案就是 zacin c OK吗 就是这样而已啦 所以44题就是c 所以baby跟adolescent 青春期啊 所以0到4 所以12到18 around that 两次会有exponential的 OK 生疑的都是一次一次一次 OK吗 所以44题就是c 然后再接下来45题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进入inheritance那边 OK吗 就是form 5 chapter 5 OK form 5 chapter 5 inheritance那边 所以呢 这一个的话呢 它就是会提到mando first law OK 所以在你们的syllabus里面呢 你们就是会学到mando's的两个law OK 一个是叫做law of segregation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independent assignment law of independent assignment OK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要怎样看呢 first law 这一个问题 它就是讲到我们只需要first law答案而已 OK吗 所以first law的话呢 其实你如果考试有出现 要你们写它的叙述的话 所以呢 其实你要懂得它的keyword OK 就是说 during它的gamit formation的话呢 during它的gamit formation 你的那一个 a pair of allios 它就是会segregate 可以吗 a pair of alleles 它会segregate的 可以吗 a pair of alleles 它会segregate means that means that 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样 哪里去 means that 意思是说 比如讲 比如讲 爸爸跟妈妈啦 OK 爸爸是卷法 不是 爸爸是指法 我就随便打一个 一个father 一个mother OK 然后妈妈是卷法 OK 然后呢 during它的gamit formation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爸爸 一个 它的一个金子 会拿着一个h 另外一个金子呢 可能拿着另外一个h 妈妈也是一样 OK 只是呢 如果他们fertilize过后呢 它的孩子 它的offspring OK 它呢 就是会拿 从爸爸拿一个allel 妈妈也会拿一个allel 看 就是双方各拿一个 OK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看 h h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h h 所以呢 这一些都是 law of segregation 就是说 它会拿一个一个 看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 during gamit formation 这个是它的gamit OK During gamit formation 它会是segregate 变成两个 OK 可是呢 他们fertilize的时候呢 它的offspring 从爸爸 哪一个allel 也从妈妈那边 哪一个allel 所以这整个 就是一个law of segregation OK吗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law of segregation的答案呢 答案就是 1跟4 OK吗 答案就是 1跟4 你看 controlled by a pair of alleles OK 2 alleles of a gene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during formation of gamits 所以45题是 boy 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 还少过一分钟 所以可能会断开 所以需要你们再进来 多一次 OK 所以呢 剩下的2跟3呢 它是second law independent assorment 剩下的2跟3 是independent assorment的 所以这个是 Mandals的second law 所以independent assorment呢 其实如果你在你的form5 chapter5 inheritance那边的话呢 它会摸读 plants的那一边 对吧 它会用plants那一边 来给你们做解释 比如讲 我讲过的 barnet square 对吧 barnet square 所以这个呢 它其实就是在讲着 independent assorment 它keyword就是 多 or more pairs of alleles segregate independently 这个就是它的keyword OK吗 Independent